很高兴今天 好的,很高兴今天又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那么 我把我的PowerPoint放出来 有看到吗?我的PowerPoint? 有,很好 OK,好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提摩泰后书三章1到17节 因为刚才没有读 所以呢 我们一起翻到 我来share一下我的这个 经文好了 因为我的经文不在PowerPoint上面,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次 好 大家有看到 今天要读的经文吗 有看到 好,我们一起来读 从第1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 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旁独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曰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宴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那偷进人家 牢笼 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雅尼和杨碧 如 怎样抵挡摩西 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败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 显露出来 像那二人一样 第十节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性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歌念 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 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作恶的 和迷惑人的 必越久越恶 他欺哄人 也被人欺哄 第十四节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都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 我们读到这里 我在share我的partpoint 今天的题目是 这个末世的警戒 那么这个 这并不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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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言耸听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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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而是一个 很符合 当今世代的一个题目 那么 我们今天要来看 圣经怎么说 基督徒应该 生活在末世时代 我们 并不是 讲末日 末日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末日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 那么我们所讲的是末世 The last time 也就是末日之前的日子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生活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 使徒保罗 告诉我们 一开始就说 他说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么保罗这话 是对提摩太和当时的教会所说的 所以提醒他们 末世时代已经到了 你们将会经历危险的日子 那保罗的话也同样是对我们今天宗教会所说的 我们已经活在末世的时期 那我想呢 末世 末世对我们许多人好像是个挺陌生 挺抽象的概念 我们当中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叫做婴儿潮 或者是Gen X 或者是Gen Z 或者是国内改革开放以后的人 生活一般都是非常稳定 我们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繁荣 从来没有经历什么大的灾难 至少我自己从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是疫情这样 这个全球性大规模的灾难 但是呢 经过了一年半的疫情 美国这边好像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全世界仍然有许多的国家正在疫情的灾难当中 我三个礼拜 刚从巴西回来 巴西那边疫情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严重 平均每天有四五万人被感染 巴西那里已经差不多五十四万人已经死亡 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这次疫情呢 要让我们稍微体会一点 稍微体会到一点保罗所说的末世时代的这个危机感和紧迫感 那么金融图活在末世时代应该如何的保守自己 如何的为主而活 活出好的见证 那么我们要从以下的这个四方面来思想今天的经文 末世生活的境况 末世生活的警告 末世生活的榜样和末世生活的指南 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末世的景况 那么 常常我们一个人活在一个环境里 对周围的景况因为太习惯太熟悉 以至于他已经看不到自己所处环境的恶劣 那么末世的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对每天所接触到所呼吸的 已经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他一开始就当头棒喝一句话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就好像这次的疫情 就好像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告 我们活在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习惯了安乐的生活 在过去世界上的灾难和疾病都离我们远远的 都离西方国家远远的 世界上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都是别的国家的问题 都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离我们非常的遥远 而这次疫情来到 提醒我们 其实灾难随时都可以来到 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人生里面 有实际的非常严重的灾难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末世时代的特征 并不是疫情或大自然的灾难 保罗在这边所讲到是一个比疫情更糟糕 更危险更可怕的日子 河河本这个危险的日子也可以翻译成艰难的日子 或者是艰苦的日子 这个NIV翻译成Terrible times 所以末世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非常艰苦的日子 非常可怕的日子 那么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他正在被关在监牢里面 是第二次被关在监牢 但是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牢狱之灾 而才说末世是危险的日子 末世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是不是就是末世 答案是是的 毫无疑问 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 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 说神在古时界的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御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借着他承受创造诸世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从主耶稣 他来到世上 为罪人上十字架 受死复活 生天就开始了末世的时候 因为今天的这个经文说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的儿子 对不对 借着耶稣基督 那么或许有人说 末世应该比耶稣来以前更好 各位弟兄姐妹 末世时代好不好 不错 在末世的时代 基督徒已经有了实际的福音 有了基督的救恩 并且有了永生 也有了新天新地的应许 并且过着圣灵同在 圣灵引导的生活 而且我们离基督徒再来更近了 那当然很好 但是末世的时代 是什么样的时代 正经告诉我们 末世的时代是一个 充满罪恶 充满诱惑的时代 末世的时代是一个 给基督徒更大的挑战 更大的压迫 更大的诱惑的时代 那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末世时代 有他特别的特征 末世时代的特征就是 人的恶行和罪孽 争多泛滥 那么这些恶行 是从人心里的恶念所发出来 是从人心里所产生出来的恶行 和各样可争的欲望 圣经里面怎么说 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世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徒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徒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世 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 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 绩效 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岁了以后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仍然一样 就是他们就是说 nothing changed ok 所以主在什么地方 由大书 十七节到十八节 亲爱的弟兄们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指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 随从自己不尽前的私欲而行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呢 在今天的经文 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到四节 保罗列出了末世的罪恶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庞独 违背父母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 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 我们特别注意到 保罗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 就是lover lover 就是爱慕者 lover 那么他这个lover 他这三次用这个lover 他是在讲到什么样的人呢 这三种lover 三种爱慕者 他们爱慕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这个 专顾自己 新一本翻成专爱自己 英文就是lover of self lover of self 那么第二呢 就是贪爱钱财 就是lover of money 第三呢 就是爱艳乐 就是lover of pleasure lover of pleasure 那么漠视人的特征呢 就是这三样的爱慕 爱自己 爱钱财 爱享受 爱自己 lover of self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爱钱财 lover of money materialism 爱享乐 lover of pleasures 享乐主义 hedonism 那保罗在这边所列的 其他这些罪恶呢 可以说 都是因为人心里 有这三种的贪恋 和爱慕 爱自己 爱钱 才爱享乐 而产生出来的罪 那么老约翰在约翰一书 所说的 世人所追求的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也就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三个爱 爱自己 爱金钱 爱享乐 那么很容易一不小心呢 就让这种 属世的这种 情欲呢 进入人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久了就会带出一种心态 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保罗在今天所讲的 追求金钱的外貌 比看追求金钱的实意 更重要 保罗在这边所提的这些罪恶 都是今天 显而易见的 只要你稍微留意 到处可以看到 在社会上这个人欲横流的这个社会所带出来的丑恶 是处处可见 但是很不幸呢 这些罪 甚至在世上的教会里面和自称基督徒的中间也会看到 这是我们都知道 那么接下来呢 保罗就警告 所有的基督徒 在末世会有不法的人 起来引诱教会里的人 转离主的道 那保罗在上一章 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三章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已经提到 就是在这个提摩太所服侍的教会 就是以服所教会 里面呢 有假教师在里面活动 特别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7节18节 保罗说 他们的话如同毒仓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是已过 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在末世的时候 假教师会特别的增多 这是教会需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的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五节 保罗说这些假教师 他们有敬钱的外貌 却背了敬钱的实意 有敬钱的外貌好不好 有敬钱的外貌当然是很好 敬钱的人很自然的 会有敬钱的外貌 会有好的行为 好的态度 好的榜样 但是保罗说他们只要 他们只想要敬钱的外貌 却没有敬钱的实意 那么什么是敬钱的实意呢 何何本的翻译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么新一本的翻译就更比较接近原文 新一本的翻译是否定了敬钱的能力 那么英文就是翻成 denying the power of godliness 换句话说 他们带了敬钱的外貌 但是却不承认 也不相信 这个敬钱的大能 那什么是敬钱的大能呢 什么是敬钱的能力呢 就是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 为罪人死 并且复活 借了耶稣的死 拯救罪人脱离罪的捆绑 改变人的生命 出黑暗入光明 重新得救 活出讨神喜悦的新生活和新生命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在末世的时代 如何的生活 我们需要有这个基督的大能 才能够在末世的时代 为神而活 那么真正属神的人 会经历神福音大能的工作 他的生命会被改变 活出新的生命 以至于在他里面 这个敬钱的新生命 会带出外面看得到的 敬钱的外貌 敬钱的行事 但是这些假冒为善的假教师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福音 他们拒绝福音的能力 所以单单借着敬钱的外表 打着基督徒的名声 在当时的教会里面 争权夺利 争取权利和自己的利益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被 这三种属世的爱慕 就是爱自己 爱钱财 爱享乐 所捆绑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打着信仰的道德的招牌 在教会里面进行违背主 勾引信徒的勾当 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们进入一些无知妇女的家里 引诱他们 保罗并不是看清妇女 那么在当时的确 妇女的社会地位 是比较低 但是实际上呢 父女也是通常是留在家里 不出去工作的 男人出去工作 女人主要是留在家里面 那么保罗在这边所指的是 这些人在 是教会的这一批人呢 常常的学习 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那么当然这种人 不仅仅是只有妇女 也包括男人 对不对 那么 然后保罗说 从前亚尼和杨碧 怎样抵挡摩西 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 那么亚尼和杨碧是谁 亚尼和杨碧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按照保罗当时所接受的传统 亚尼和杨碧就是在埃及法老 面前的术士 magicians 那么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 请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行了神迹 把水变成雪 把他的手杖变成蛇 而埃及的术士 也用他们的法术 行出类似的法术 而迷惑了法老 使得法老就心理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那么保罗把这些假教师 就比作抵挡摩西的术士 亚尼和杨碧 可见假教师在神的眼前的地位 是抵挡神 抵挡真道 是绊倒其他信徒的人 然而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不必担心 只要我们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终究这些人必然原形毕露 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两个人一样 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所行的成绩越来越大 越来越奇妙 连埃及的术士最后也无法仿效 只好承认这是神的作为 那么同样 这些在教会里的假教师 他们的愚昧 也必会显露出来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不到像雅尼和杨碧 或者是徐明乃和菲里图 这样的假教师 就算教会里面来了假教师 比如说最近我们 波士顿地区教会里面 有一些的教会 遭到这个东方闪电的蹭透 就算是教会里面来了假教师 教会里面的长老 和成熟的弟兄姐妹 也都会把他们认出来 但是对我们这些生活 在当今这个后现代世代 这个末世时代的基督徒 反对的力量 更多是来自于 我们每天生活 所接触到的一切 世俗主义 多元主义 无神论等等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所接触到的媒体 娱乐 教育 都要求我们要来 要接受他们的世界观 顺服他们的价值观 那么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 在我们所处的文化里 在我们每天接触的媒体当中 充满许多的雅尼和杨碧 充满许多的徐明乃和非礼图 无时不刻地在对我们说话 那么这些假教师呢 透过现在的媒体 不断地把这个 末世的思想和敌对神的文化 放在我们的眼前 送到我们的耳朵里 在学校里我们的下一代 也不断地就是说 被迫要接受这些反基督的教育 他们听的音乐 他们所接触的文化 一直把他们往世俗 拉过去 在电脑界有一句话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那么这句话在人的生活里面也是真的 你让什么进入你的心里 你的心就会被他所影响 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真言书里面 真言书告诉我们 要选择与有智慧的朋友交往 要远离恶人和恶人的道路 同样我们让什么样的东西输入 input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output 我们的输出 就反映了我们的input 那么我们是否会让这个 我们是否让属世的文化 来占据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呢 当我们很随意的不谨慎的 让属世的思想来充满我们 那这真的就好像我们 邀请雅尼和杨碧 这样的假教师来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本来应该是拒绝他们 抵挡他们 我们却邀请他们进入我们心里 让他们来牵引我们 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这个food pyramid 就是这个饮食要平衡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就要有健康的饮食 同样我们健康的灵命 必须有健康的属灵食物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如果你让垃圾进入你的心里 你的生命也反映出 这个一个垃圾生命 就像这个图 我们是否以神的话 来做我们灵命输入的基础呢 最基础的是不是神的话语 然后再上来 是不是有教会的生活 有肢体的生活 一直上去最后才是手机 对不对 手机代表了一个属世文化的输入 一个属世文化的input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图是否反映了你 目前的生活输入呢 你是否让神的话语 成为你主要的精神粮食 你一天当中滑手机的时间 浏览互联网 读不知来源的fake news的时间 跟你读神话语的时间相比 哪一个占了你主要的时间呢 你是否在邀请雅尼和杨碧 这样的假教师 来住在你的心里 这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世的 这个世俗文化里面 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的 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勉力提摩太 同时也是在勉力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 我们要忠心跟随主 我们要忠心的做主的门徒 那么我们如何的 要忠心的跟随主呢 在今天的经文 保罗勉力提摩太 也是勉力今天活在末世的基督徒 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 他在第14节15节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然后他说 并且你知道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那么这就帮助我们看到 在末世生活的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跟谁学的 第二就是要明白圣经 换句话说 我们要找到好的属灵的榜样 有好的属灵的伙伴 好的属灵的同工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学习好的见证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学习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需要好的属灵榜样 我们需要好的属灵榜样 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有好的属灵榜样 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在家里 我们要有好的属灵榜样 我们在各个场合 特别在家里 在教会 有没有好的属灵榜样 在今天的经文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提醒提摩泰 要学习保罗的榜样 要服从保罗的榜样 保罗说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性 自向信心宽容 爱心和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歌念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 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保罗在这边用了 这个服从的这个 这个动词 在原文就是紧紧跟随 就是紧紧的跟随 紧紧的 就是密切的 去看 去注意 去了解 换句话说 提摩泰 非常的 明白 非常的清楚 保罗的形式为人 在保罗的身上 他完完全全看到一个 为主而活的生命 的美好的榜样 那么 今天保罗在提到 这个三个地方 安提亚以歌念路斯德 提摩泰就是路斯德的人 提摩泰是路斯德人 是保罗第一次 船到旅行的时候 在路斯德 他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 然后保罗在第二次 宣教宣道旅行的时候 他又回到路斯德 然后他就 找到提摩泰 然后就带来提摩泰 一起去跟他宣教 那么从此提摩泰就成为 保罗的宣教事工的 主要同工 所以提摩泰 对保罗的形式为人 非常的清楚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是怎么认识一个人的真面目 很简单就是花时间一起同工服事 我们如果只是在 至少在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跟一个人 他只是在一起聚会 一起查经 不会有特别深的认识 但是当你一起服事的时候 你就对这个人非常的清楚 你就知道他的脾气了 我想在座的教会同工 应该都会明白我所讲的 特别在压力 在困难 在意见不合的时候 对不对 看得特别清楚 我就碰过同工在压力当中 他就 他就不干了 他就放弃了 他就走掉了 那么我们这些其他的同工 就只好扛起他的那份工作 但是提摩泰他跟着保罗一起服事 这么长一段时间 所以提摩泰对保罗是非常清楚 他非常认识保罗 他清楚的知道保罗的为人 与刚才所讲的那些假教师 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为了福音的真道 不顾生命完全献上自己的 保罗的尾声的精神 和保罗的忠心是不能怀疑的 那么这从他在多次的遭受迫害 和苦难中都证明了 那么这些苦难和逼迫 是提摩泰非常清楚 而且神的大能 怎么样在这些苦难和破坏当中 拯救了保罗 提摩泰也都看到了 所以保罗能够在这里说 你已经深深的了解了 我的教训 品性 志向 信心宽容 爱心忍耐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刚才所讲的 神尽钱的大能 在保罗身上就带出来 尽钱的外貌 那么保罗成为提摩泰学习的 好榜样 保罗的榜样不仅仅是 服饰的榜样 也包括了为福音 能够忍耐受苦 坚持到底的榜样 所以这个是提摩泰非常清楚的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呢 谁是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学习的榜样 你在教会里面可以看见哪些 长期忠心事奉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去学习 我们要去观察 我们要去效法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 做这个伟大的宣教士 吃那么多的苦 但是神把许多忠心的弟兄姐妹 摆在教会里面 让我们可以跟他们同工 可以向他们观察 可以学习 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造就 同样的 神把爱主的父母亲放在家庭里面 让儿女从父母的身上 可以观察 可以学习 可以效法 提摩泰学习 的榜样 除了保罗 还有其他的人 其中包括了 他的母亲和祖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在家庭里面 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 需要有榜样 这个提摩泰后书 第一章五节 保罗对提摩泰说 我记得你心里无谓的信心 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 有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那么这边就提醒我们 做父母的 你是否是成为你们儿女 效法的榜样 是否愿意像保罗一样 对你的孩子说 你要服从我的教训 品性 自向信心 宽容 爱心 和忍耐 你是否能够像 提摩泰的母亲 和外祖母一样 在你孩子的信仰上 有一生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 有信心的榜样 在末世的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有 信心的榜样 我们自己也必须 做我们下一代信心的榜样 保罗在这边讲了一句 非常惊人的话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里 敬前度日的 也要受逼迫 那么谁是立志在基督里 敬前度日的 谁是立志在基督里 敬前度日的人 不就是你跟我吗 我们做基督徒的 对吧 我们就是立志在基督里 敬前度日的 我们是立志做基督门徒的 我们是立志跟随耶稣的 我们是立志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主的 是不是 那么这句话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就是要跟随主的 在末世的时代 生活当中 都会多多少少的 受到逼迫 所以呢 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有这个属灵的模范 属灵的童工 让我们去学习 去观察 去效法 对我们属灵的品格的成长 非常的重要 那么同样在家里 父母亲在儿女的眼前 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美好的榜样 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好像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第一节说 你们应该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 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应该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在家里做父母的 你愿不愿意对你的儿女说 你们应该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这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 如果我们要在末世的潮流里面 逆流而上 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保罗说第一 我们需要属灵的榜样 来让我们效法和学习 我们也要愿意成为下一代属灵的榜样 那么这个是保罗所提到 能够帮助我们在末世生活的 两个要素的第一个 就是跟谁学 第二个要素就是明白圣经 也就是今天的最后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末世生活的指南 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 教属神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通常我们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讲这个圣经的来由 和圣经的权威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如何的面对末世 而不是在讲圣经的权威和来由 所以就不讲那些 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 圣经是神所末世的话语 所以圣经是可靠的 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准神权威 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是神特别的启示 让我们基督徒可以明白 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真理 那么圣经如何的帮助我们呢 保罗说圣经能够在四方面帮助我们 第一就是教导真理 第二责备 第三矫正 第四训练 那么我们如果想一想在学校里面 学生怎么学习 或者说老师怎样教导学生 或者在家里面父母怎样教导儿女来学习 我们就不难明白 圣经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 圣经也帮助我们分辨 什么是错误的教导 什么是错误 那么这对我们基督徒 在实际生活里面 我们能够分辨错误 和护卫我们的信仰 是非常重要 除此以外 圣经也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的 从错误里面走出来 而且告诉我们 基督徒如何的操练自己 能够成为 更合主心意的门徒 就好像在这次疫情当中 有基督徒 有目道友 问我们一个问题 既然你们基督教的神这么伟大 掌管一切 为什么你们还需要停止聚会 改成线上聚会呢 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得到病毒呢 难道你们不能够祷告求神 让你们聚会的时候 不得病毒的感染吗 OK这个时候你就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不对 那么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对不对 那么透过圣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teach 我们可以教导真理 我们可以矫正 我们可以correct 我们可以rebuke 然后我们可以传讲福音 对不对 所以 那么这一点呢 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父母是特别重要 提摩太从小就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那里学习圣经 我们要知道在提摩太的时候 新约圣经是不存在的 保罗和提摩太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 什么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一直到起诉路还不存在 那个时候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要到第四季才完成了 那么在提摩太的时候 圣经就是旧约圣经 但是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 已经把旧约圣经教导提摩太 并且怎么样 他们把耶稣的福音也传给提摩太 所以我们看见 再一次我们看见 这个属灵榜样的重要 我们也看到属灵圣经话语的重要 今天的经文说 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的话语装备属神的人 使他能够在各样的环境 潮流 试炼 逼迫 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也可以得到装备 来为神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基督徒 灵命的输入和输出的问题 就是这个input跟output 输入不好的东西 使我们生命不健康 因为我们的输出 也就成为不良的输出 我们输入 我们input不洁净 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成为圣洁 为主所用 所以我们要有好的输入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怎么样 就是太多好东西进来 却没有发挥出去 也会成为一个不平衡 有一个牧师说 有一个牧师说 许多基督徒的问题 是我们输入与输出不平衡 输入过多 输出太少 导致营养过多 却没有发挥出来 许多基督徒的问题是 身心学习太多 主日学一个又一个 查经班一个又一个 一直在学习 但是却没有把所学的 应用在生活上面 也没有参与在实际的侍奉上 也没有实际的活出 一个美好的榜样 一直在学习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说 那些妇女 一直学习真道 却不明白 读经查经 学习神的话语是好的 可是单单的只是吸收 却不发挥出去 就造就了许多肥胖 不健康的基督徒 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所提到 能够帮助我们 在末世生活的两个要素 一个是成为属灵的榜样 一个就是学习圣经 学习圣经是input 成为属灵的榜样是output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 这个input跟output 在输入跟输出 能够有好的平衡 我们在末世的生活 我们需要 在两个健全的要素 都在我们的身上 一个是明白神的话语 知道神的旨意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榜样 好 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保罗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 比疫情更厉害的 一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所面对的是 属世的文化 后现代思想 反基督教 讲基督教 是一个非常 一个人欲横流的环境 爱自己 爱金钱 爱享乐 保罗指出两个帮助 我们在末世 忠心为主而活的要素 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第一就是 我们要成为 基督徒的好榜样 要成为别的基督徒的 好榜样 好模范 也让我们 效法和学习 我们所能看见的 好榜样 好模范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家庭和教会里面 是特别的重要 第二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 下功夫 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 好好的 活出神的话语 好叫我们得以完全 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兴起发光 在这末世的时代 成为忠心的门徒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因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早上能够 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 好 来到主的神保罪前 我们来敬拜你 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是我们的恩主 我们再一次也是求主你的灵 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做工 让我们的心 能够不断的 能够被感化成为好土 让你的话语 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 这好土里面 能够生根 扎根 发芽 结果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好让我们的生命 也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将感恩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